在副市长林清荣的见证之下 仍在日本的安藤忠雄 以视讯方式和国城建设总裁 及地主之一的台电副总 签下合作契约 在亚湾区特茂山南南基地 新建商办和住宅两栋大楼 由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亲手设计 安藤长其实是全世界都在争取的 一个好的建筑师 虽然年纪已经80了 可是他在今天的记者会 特别用青苹果代表 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心情 他不断地在fight 林副市长表示 特茂山是亚湾旗舰级产业计划 由如一艘航空母舰带领亚湾产业转型 市府将成立委员会 设立5GALT新创天使基金7000万元 扶植新创事业 并且利用分回的评数 作为5GALT产创基地 加速高雄产业转型 智慧方舟带领着我们 把特茂山这一艘航空母舰 总计合计有20万坪 但其中大致上作为一个商办的部分 达到15万坪以上 我的推测 那从这个条件来说的话 我们正在转型 那么也很希望亚湾成为 前见后场的一个高雄的钥匙 高雄的转型的钥匙 亚湾特茂山案 去年11月评选结果出炉 随即创下全台公办都根 最大民间同资规模776亿元 特茂山南南都根基地 预计投资大约106亿元 除了两栋商败住宅大楼之外 还将建置一座光益美术馆 亚湾区成为5G LOT新创产业店面 与南部半导体产业S郎带 成为前店后厂的发展态势 而特茂山开方案 将和高雄软体园区一二期呼应 扩增产业链规模和群聚效果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